也要遏止的還有貪污歪瘋喔 來看涉嫌貪污弊案的基隆市議長黃錦泰 經過檢方四度搜索之後 在昨天也黃錦泰貪毒情節重大 有串政之餘向法院申請了積壓 今天上午八點半 法院召開積壓庭 目前還在審理當中 到底會不會積壓黃錦泰 很快會有結果 涉嫌貪污弊案的基隆市議長黃錦泰 經過檢方四度搜索 因涉及月梅路拓寬工程弊案 以及向市議會詐領公款 檢方昨天下午以貪毒情節重大 有串政之餘向法院申請羈押 基隆市議長黃錦泰在六月中旬 因涉及建商樣品無關說案 遭到檢方搜索議會辦公室 更搜出多達五百萬的現金 最後地方法院裁定交保 八月二十號 因為傳出市議員涉嫌收賄 包庇月梅路工程弊案 檢方第二度搜查市議會 共有十八名議員被列為被告 其中充當白手道的議員正宜信 因為涉案情節重大 有串政之餘 遭到收押禁見 八月二十八號 檢方第三度搜索議會 並查出議會職員涉嫌勾結廠商 開立假發票詐領公款 議會總務處秘書張維智 以及兩名廠商被收押 檢方根據正宜信 及張維智的公辭 黃錦泰涉嫌關說議員 及詐領公款 四號大動作搜索黃錦泰住家等處 並將他帶回征訊 認為有逃亡及串政之餘 向法院申請羈押 目前羈押庭仍在審理中 三個多月來 檢方四度申請羈押黃錦泰 約談多位議員及職員 雖然黃錦泰不斷強調自己絕無不法 不過檢方大動作搜索及偵訊 擠壓結果還沒出來 恐怕已經先影響黃錦泰參選市長的身世 UDNTV綜合報導